这俗话说狗急了跳墙 兔子急了咬人的 做人最好留一线 以防接口里喝汗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惊悚片 复仇惹之死 警员狗盛的老婆扛着大肚子 买完菜刚回到家 就被铁锤齐里卡塔给杀了 狗盛下班之后刚进屋 就被手术带出铁锤勒住了脖子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虽然狗盛明确表示不行不行 但最终还是没能拗过铁锤啊 几天后经群众举报 警方从河里打漏出一个 散发着恶臭的塑料袋 豪哥打开塑料袋 在里面发现了狗盛的证件 随后豪哥带着手下来到了狗盛家 看到狗盛的老婆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老警察王大白刚大怀孕的老婆接回家 就遭到了铁锤的袭击 王大白不甘心束手就擒 企图打电话通知豪哥等人 但不幸被铁锤把电话也挂断了 等豪哥带着人赶到的时候 王大白和他老婆全都被杀了 豪哥一看 这凶手居然比僵尸还残下肺都气炸了 马上命人封锁了所有的道路 铁锤坐着车准备出城的时候 不幸被豪哥给发现了 铁锤一看大事不好仨子就跑 豪哥等人在后面撅着定狂追 最后终于把铁锤也活捉了 审讯铁锤的工作进行的非常不顺利 铁锤完全是一副死无怕开车的样子 报定了你没有签条计我有老主意的想法 一直在服役完抗 虽然豪哥也给铁锤动了大心 本依然撬不开铁锤的嘴 两名警察及其家眷被杀和铁锤被抓的新闻 很快就上了电视 已经怀孕好几个月的空姐看完新闻之后 首先把她和铁锤的合影给烧了 然后给警方打了一包案电话 接着就为自己做了人工流产 警方通过电话很快定位了空姐家的位置 然后把空姐及时送到了医院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铁锤为什么要杀警察 空姐又为什么要对自己下毒手呢 这事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唱 以前空姐一直和奶奶相应为命 虽然空姐的脑子不太联合 但由于长得有疾问自策 被卖包子的铁锤一项中 对铁锤来说空姐绝对是自己的梦中女神 她知道空姐的脑子不太功用 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 铁锤都密切关注着空姐的一举一动 生怕空姐哪天被坏人给骗走了 空姐的奶奶虽然嘴比较随 但属于刀子嘴豆腐心 表面上整天骂铁锤 其实对铁锤还是很关心 本来大家这日子过得挺风平浪静的 但天有不测风云的 突然有那么一天 空姐的奶奶不打招呼就嫁和喜悟了 对空姐这个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弱智来说 唯一的驱逐就是福利院 但福利院的条件太差 比监狱强不了多少 而且工作人员一个个如狼似虎 态度也不好 一直牵挂着空姐的铁锤睡不着 趁着月黑风高就把空姐给救出来 铁锤是一个很浪漫的男人 大半夜的为空姐搞了很多华而不识的玩意 到了后半夜空姐强烈要去回家 可由于奶奶死得不明不白 她家目前还处在被警察封禁的状态 根本就进不去 住在空姐家对面的小姐东梅是个热心茶 主动把空姐请到了自己家 由于东梅的工作性质是咒服夜处 因此不等空姐洗完澡就拎着包出门拉业务了 而铁锤则趁这个功夫 跑回铺子里去给空姐挣包子了 警察鸡贼叔经过铁锤的铺子 买了罐啤酒之后便来到了小姐东梅家 喝得醉醺醺的鸡贼叔以为空姐跟东梅是同行的 于是一个恶狗扑持就打算门干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铁锤及时赶到 上去叮叮光当就把鸡贼叔给走路圈了 随后铁锤带着空姐到警察去报案 豪哥和小胡子正在给铁锤和空姐做笔录的时候 鸡贼叔回来 鸡贼叔可是老刑警了 豪哥这帮人全是他的晚辈 而且都是我他的照顾 接下来的事在发展就可想而知 铁锤被揍的是鼻青脸肿人士不形 而空姐则被鸡贼叔王子们和狗生给侵犯 只有豪哥和小胡子还算有人性 虽然也助手为虐 但是没有动空姐 事后鸡贼叔等人闲聊的时候 豪哥接了一电话 才知道空姐根本就不是小姐 这些二屋里的人全都不吭气 鸡贼叔说沉出气啊 这女孩脑子不太灵魂 他说的话不会有人信 在鸡贼叔的策划下 这帮人开始往铁锤身上泼脏水 最终铁锤被判了六个月的游戏徒刑 六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当铁锤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 发现空姐已经怀孕了 空姐傻乎乎的啥也不知道 但铁锤能不糟心吗 于是便把欺负过空姐的狗生 和王大白都给杀了 由于鸡贼叔已经辞职不干了 铁锤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人 因此鸡贼叔暂时躲过了一劫 虽然豪哥知道铁锤这么做 就是为了复仇 但这事他也没法说啊 加上也找不到铁锤杀人的证据 因此铁锤很快就被释放了 被暂时停职的豪哥 知道铁锤肯定不会上马甘休 于是急忙给GZ叔打了个电话 铁锤被放出来之后 乔装打扮成医生来到了医院 把正在接受治疗的空姐给弄出去 当豪哥来到医院 发现守卫还热乎了 就意识到铁锤刚刚离开 于是急忙下落去追 在跟踪铁锤的途中 豪哥给小胡子打了一电话 让小胡子在半路上截杀铁锤 可此时的铁锤已经开挂了 七列咔嚓就把小胡子给杀了 豪哥赶到之后 两个人在矿野里掐了起来 考虑到铁锤三年后 还要指导自己主演 和内部叫僵尸的影片 因此豪哥没敢下厮手 可铁锤不管那些哥 趁着豪哥走神的时候 上去就把豪哥给做弄圈了 第二天那一走 当鸡贼叔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空姐居然还在救护车里 恼羞成怒的鸡贼叔 首先干掉了空姐 然后来到野地 冲着铁锤叮了光荡就开了枪了 不过在关键的时候 鸡贼叔的枪居然出了故障 这可能就是天意 于是鸡贼叔便放了铁锤 五年后 鸡贼叔摇身一变 已经成了一家心灵康复院的院长 整天给别人灌心灵鸡汤 一副道貌阿然的药 也许这哥们是真的大车大欧毁国 也许是真的想做一个好人 但不管他怎么想 对铁锤来说 鸡贼叔必须死 看了鸡贼叔在电视上的访谈 铁锤拿着枪来到了康复院 鸡贼叔说 老弟啊 这么不要脸的话 鸡贼叔都说得出来 可气这不清 光光几箱就让鸡贼叔领了喝坏 康复院的这帮孩子们一看可不干 其中一熊孩子 突然给铁锤来了一冷房 其他孩子一看 呼啦啦就把铁锤一包围了 咱也不知道这鸡贼叔 平时都给这帮孩子灌输了什么 一个个都凶残无比啊 最后熊孩子开枪把铁锤给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警 做人必须有底线 坏事坚决不能干 违法乱计瞎回来 阎王请你吃喝饭